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电影 旅游和金融业等等进入内地的要求 李家超相信会吸引更多世界各地企业和人才落户香港 由于SIPA是没有限制受惠者的资金来源 换言之 全球就是任何地方的创业家和资金 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都可以 好像香港本地公司享受到SIPA的优惠待遇 令香港成为海外企业结立公司的首选地 他又提到 今年国庆黄金周大约122万内地旅客入境 较去年多一成期 也有八成内地入境旅行团流感过夜 政府会继续检视成效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南韩称北韩炸毁了两韩边境的部分道路 南韩鸣枪警告回应 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称 北韩中午时分 炸毁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 连接北韩的京义线和东海线部分道路 南韩军方齐后在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南鸣枪警告 并指以加强监视 北韩自去年底在道路埋地雷 近日更下令前线炮兵做好开火准备 以对抗南韩和美国 美国大选倒数三州 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特朗普 同日在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拉票 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多个摇摆州些微领先 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主党的贺锦丽周一到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城市伊利 举行竞选集会 警告一旦对手特朗普再次胜选 将为美国带来风险 因为我相信如此强烈 那第二个特朗普召称 会是为美国危险的 和危险的 伊利由民主党占多数 但接壤的郊区和农村则有大量共和党人 所在的伊利县被视为大选的方向标 过去四次总统大选中 在这里胜出的候选人最终都能入主白宫 共和党的特朗普同日也来到宾夕法尼亚州 在东南部郊区与支持者对话 重申若胜选就能结束俄乌战事 宾夕法尼亚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 是摇摆州中最多成为两党必争之地 2016年特朗普在这州以预四万票优势 击败民主党对手希拉里 最终当选总统 到四年前同样在这个州 以约八万票差距败给民主党的拜登 因此本阶大选两党不容有失 贺锦丽在竞选期间 以十次到访宾夕法尼亚州 特朗普上周也穿梭该州拉票 78岁的前总统克林顿 到另一个摇摆州 佐治亚州西南部为贺锦丽站台 争取农村黑人选民支持 佐治亚州拥有16张选举人票 上届选举总统拜登在这州 只以约一万票之危击败特朗普 是继1992年克林顿拿下佐治亚州后 民主党首次把这里由红转栏 本届民主党能否再次争取到 当地黑人选民支持是成败关键 有民调访问多个关键摇摆州 只会提早投票了选民 其中4成8受访者指会投票给特朗普 多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至于在多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 特朗普也些微领先贺锦丽两个百分点 无线电视记者周丹尼报道 加拿大及希克教领袖尼贾尔 去年被杀案引发加拿大与印度新一轮外交风波 两国互主外交人员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联邦官员周一召开记者会表示 有证据证明印度政府人员涉及在加拿大发生的暴力 凶杀以及威胁国家安全事故 杜鲁多指印度政府拒绝与加方合作进行调查 加拿大外交部以涉嫌暴力犯罪为由 驱逐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维尔玛以及五名外交官 印度外交部其后召见加拿大驻印度临时代办 惠勒严厉反驳 相关印度外交人员涉及尼加尔谋杀案 印度决定从加拿大召回维尔玛及五名外交官 同时要求惠勒等六名加拿大外交官 本周六午夜前离境 香港旅议会与哈萨克阿拉木图旅游局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动合作 阿拉木图旅游局透露将恢复疫情前香港到哈萨克的直航推动旅游 叶子华在哈萨克阿拉木图报道 香港旅游业议会考察团与哈萨克阿拉木图旅游局和业界举行交流会 阿拉木图今年上半年接待了四万多名中国旅客 占当地外国游客的大约一乘三 是第三大旅客来源地 阿拉木图旅游局副局长希望与香港建立沟通平台 吸引更多香港和内地的旅客来到中亚 当局说现在中海两国每个月大概有160班直航机 涵盖新疆乌鲁木企业 北京等 又透露很快会有恢复香港和阿拉木图直航的好消息 香港旅议会与阿拉木图旅游局在会上又签订合作备忘录 旅议会说日后双方会定期开会交流配合香港市场 他们跟中国的交往这么多 我相信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到他们去中国 当然一定是来香港 如果随着有直航的航班 那来香港跟着到中国 我们也都可以发挥一程多站的角色 我们觉得可以在这个银河团 游河团里面 都是可以一个好着物发展的 7月份10张报告即将发表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期望有措施 鼓励业界多走出去 为了加强合作 阿拉木图旅游局除了会来到香港参加旅游展 也会积极开拓内地市场 这个月他们会到西安和北京举办推介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化在哈萨克阿拉木图报道 港股回吐曾跌超过900点 大市下午跌市加剧最多跌938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774点 爆20318点 科王股拖地大市 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下跌4%到7 内需股有固压 华润啤酒跌幅1成2 市首30元 港交锁跌半成跌穿310元水平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调低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石油股下跌 新闻报道完感谢收看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